为新海军起航纪念碑揭牌 台媒称 除了宣誓所谓国建国造的决心外 蔡英文还声称 明年要增加183亿元新台币的房屋预算 据台媒报道 蔡英文6号来到海军永固海江纪念碑前 揭牌新的建军目标 蔡英文在致辞时 称她已要求行政机构 房屋部门增加下一年度房屋预算 将编列3460亿元新台币 同时会有736亿元投入房屋自主 蔡英文宣称 众所皆知海军需要潜艇战力 但自从上世纪80年代 两艘舰龙级潜艇之后 台湾就再也没有办法通过对外采购获得潜艇 台媒称 蔡英文首都透露 潜艇自造已开始所谓跨国合作 目前正通过所谓跨国合作及产观学界协力 突破过去瓶颈 专家介绍所谓国建国造的说法 在岛内多有批评 认为不应该用老百姓的钱来买外国军火 而应该用这些钱去发展经济改善民征 蔡英文之所以提所谓潜艇国造 是因为现在好几股势力对他的脚杀很厉害 绿营内部有人不想让他在2020年连选连任 所以他这样做是应付岛内台独势力对他的催逼 为绿营分子壮胆 直播一可 未来网人新闻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tim 未来